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官推消息 21日当天 美海军巴黎号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 巴黎号是美国海军装备的第二艘阿利伯克及宙斯顿导弹驱逐舰 1992年服役 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日本横须贺为其母港 需要指出的是 巴黎号是对中国挑衅的惯犯 此前曾多次在南海发起挑衅行动 今年10月14日 该舰就穿越过台湾海峡 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派出海空兵力 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视 目前东部战区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巴黎号此次的行动挑衅意味更浓 但东部战区派出比以前更强的海空兵力进行了严密监视 此外 巴黎号是一艘服役了28年的老舰 在中国近海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对此 著名军事专家王云飞撰文表示 面对飞扬跋扈的美国海军 中国有能力歼灭美国第七舰队吗 众所周知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隶属于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 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鹤 驻地包括日本佐世保 冲绳和韩国釜山 浦象 震海基地及新加坡等地 大约有50至60艘军舰 350架战机 舰队满源编制6万人 其中包括38000名海军官兵 第七舰队是美国舰束台海纷争首当其冲的兵力 也是常年对华威胁的主要军事力量 其所属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及巴里号 马斯廷号 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等 千年以来多次到南海或台湾海峡 对中国寻衅滋事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对第七舰队在战略战术上 都是以防御为主 现在对第七舰队在战略上 还是以防御为主 但在战术上 已经具备了对其瘫痪性打击的能力 日本路尔岛距离上海不到700公里 冲绳距离中国大陆不到800公里 横须贺距离中国大陆不到1800公里 美国驻日海空基地 都在中国东风系列弹道导弹 或常见系列巡航导弹打击范围之内 中国空地空舰导弹 也对第七舰队基地兵力构成沉重打击能力 如果按照美国可能担任拜登政府国防部长的米歇尔 72小时歼灭中国南海所有舰船狂言的逻辑 中美之间已经发生大战了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那么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必将瘫痪美军驻日基地 港口 机场 也必将奋起歼灭第七舰队主力 当然 战争的演进绝不可能像米歇尔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七舰队不会像打靶子一样放在那儿任人打击 同理 中国舰队也不会呆若目击地任人宰割 客观地说 美军有能力瘫痪中国舰队 中国军队也具备瘫痪甚至歼灭美国第七舰队 大型水面舰艇的能力 目前而言 如果说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主要导火索可能是台独问题 但在中国家门口对强敌作战 中国军队有意义